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7月31日在银萍消失之后 日前以戎装亮相央视 央视报道称 习近平出席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这是习近平离开央视19天之后 也就是北戴河会议之后 再次隆重登场 其宣讲核心是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指挥枪 习近平在会上讲话强调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是共军建设发展的关键 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 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他并指出 坚持党队军队绝对领导 是中共军队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是在会议召开首日 于17日上午9时30分许抵达京西宾馆 在众多军方高层的等待 和欢迎中换部入场 并与军头合影 法广注意到 画面中 习近平身穿一绿色短袖军服 地恤及身绿长裤 上身配有明卡 但没有军衔等标记 着装从简 实际上从江泽民开始 从来没有从军经历的三任中共党魁 都没有佩戴过军衔 但从中共党规的规格来看 习近平超越了江湖 甚至在邓小平之上 比肩毛泽东 有意思的是 军头的表情淡然 完全没有释放热情 世界日报称 习近平和运会人员握手致意 神色与往常运无二指 上述央视的画面显示 习近平表情严肃出场 许其量 张又霞随后 魏凤和 一座城 描划 张声明顺次入场 如果仔细观察 不能发现 习近平表情呆滞 与宣传画像大象径庭 与会的包括了战区 兵种 武警 军事院校的重军头 总体上看 这些人更多的是处于礼貌 并未表现出坚决拥戴 与绝对忠诚 而习近平与军头的合影 更是意味深长 此前有媒体认为 习近平18大强力防腐 前军委两名副主席遭调查 随后已打乱军队系统 以暂时控制军队的军改 分离了战区与兵种 并在对江泽民时代提拔的将领 频繁调动中 消除隐患 但尽管如此 习近平仍未完全控制军队 迟至2017年下半年 中共前军委委员 上将张扬 房峰辉相继落马 其谋划用1976年抓捕 四人帮的手段 控制习近平的所谓阴谋破灭 习近平才基本控制了军队 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夕 舆论志向混乱 看似习近平个人威权遭到阻击 8月1日中共建军节前夕 习近平更是打破惯例 并未晋升一名上将 港媒分析之 这是威胁军头 不听令没有好果自吃 而另一个分析认为 有资格晋升的军头中 对习近平个人极权 及个人崇拜大为不满 早前外界有官典称 江泽民腐败治军 并在军中培植了大量党羽 郭伯雄儿子郭正刚就曾放言 有人想鼓倒我们家 白日做梦 全军干部一半以上 是我家提拔的 都在药委上干着 而军中山头 派系林立 如薄熙来父亲 薄一波的嫡系部队 14集团军 就曾被薄熙来利用 今年4月3日 香港中国事务评论人林合力 在《日经新闻》上撰文称 习近平曾有最大规模的整改 但无法完全控制军队行动 但他同时认为 习近平掌控军队的有效性 的确高于胡锦涛和江泽民 有观点认为 中共多年来虽然正直动荡 但军队始终不乱 在于有严明的纪律和致密的结构 但这是邪教士的管理手段 深习强杆自立出政权的毛泽东 可以让出国家主席 但绝不让出军委主席 邓小平甚至连党主席都可以不要 仍然要当军委主席 习近平更是看懂了这一点 在前五年为实际操控军队大费周章 动用反腐手段减除了大量力气 习近平在上述会议上也强调军中 反腐还将持续 不过 江泽民的军中兼军甲平安等人 按照习近平与江泽民的协议 继续安度晚年 反腐只是打击其他对手的戾气而已 要提一下的是 习近平透过次次会议 向外界宣示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明报松家业评论认为 这预示着 习近平很可能在内政外交上 会有若干强势动作